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期对宝宝的成长很重要 因为宝宝满六个月后 单靠吃奶已经不能够满足她新陈代謝 活动和生长发育的需要 所以开始要靠吃固体食物来吸收所需的各种营养 另外进食质感合适的固体食物 可以帮助宝宝发展嘴咀的能力 在这段时期让宝宝尝试多些不同种类的食物 让她认识食物的不同味道 是有助她适应食多样化的食物 减少将来偏食的机会 为她将来健康饮食打好基础 其实为宝宝吃东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家长在喂食的同事 也需要和宝宝多些沟通 了解她想表达什么 这样不仅可以增准亲子的关系 联系感情 还可以令嬷更加信任你 也可以帮助她社交语言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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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